從這裡 這邊 我先給完 我們要問什麼 教你 蛤? 這是我最直接的挑戰 的問題 咦? 你有沒有話要說 什麼話要說 你這麼聰明說話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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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問題我也要矜持一點 我沒有話要說 是這樣就是這樣 那我不會說 不說什麼 不可以說 他很好 他好到不真了 好到 你的專業和你 那種溝通是令你的關係 是一個重要的 原作 當然 他是一個導演 我覺得大家有一份 明白 實在這項 我覺得很難認識到 好朋友 很難認識到 很難有愛情 有感情 穩定的感情 我覺得 當然因為我們的工作 大家有一份明白 包容 當然 一句 說到沒有 他很好 真的很好 對 其實我到今至今 我也有得有 還有 還有 寫出來的 手寫上 男人 男人 有沒有見過 在德國 通了八年 上次見過 嗯 記得幾十歲 開始通信 我有十幾歲 寫信 是很浪漫的事 我意思是 我覺得 很可愛 寫信是一個 就是一個 你不認識的人 但是可以 你沒見過的人 通了八年 上次第一次見 你是 哇 真的覺得 很可愛 我覺得挺好 寫信 你見不到 但又有機會被自己思念一下 我覺得是 好刺激的 那你那個愛情觀 是 是 你為什麼不說 你為什麼不敢不說 我老公不可以說 你老公不可以說 說不可以說 你老公不可以 你老公不可以說 你老公現在就要爆炸 對 你不知道什麼事 不可以說 不可以說 我基本上沒有什麼不可以說 你怎麼聽老公的話 我沒有聽的話 雖然很反叛 但也很尊重他的